她曾经是中年妇女的收割机 如今却又老又胖 丝毫没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气质 都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奈何男神却逃不过岁月的蹉跎 近日 近东被网友在街头偶遇 让人不禁感叹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啤酒度越来越明显 头发也变得花白 看起来像一个妥妥的老干部 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老人味 这谁能看出来她曾经是男神呀 让人不禁想起早期的她瘦的皮包骨 阿哥的发型在她身上很奇怪 甚至因为这个造型让她的细路走窄了 面临无细可拍的地步 她属于越老看起来越有韵味的男明星 光看她这状态对比 都能明显感觉到她胖了更养眼 都说明星花期短 但没想到这么短 早期因为太瘦被人排挤 现在因为太胖被人嘲笑 这也太难了 属于她的花期只有几年 但在花期内的她却遇上了一生的污点 真假美猴王咱们从小看到大 但是真假近东却在现实中上演 2022年一场近东诈骗案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一位网友报警称自己的母亲被骗了 而骗她母亲的人是一位大明星 这位陷入流言漩涡的人就是近东 刚出来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惊整个娱乐圈 都以为她的细路要到头了 结果没想到是一场乌龙 诈骗的这个人知道近东深受很多中年妇女的喜欢 就冒充她进行诈骗 最开始时候这个骗子先是下载各种的聊天软件 然后给自己立人设 没想到真有人相信那个人是近东 眼看有人自投罗网骗子可开心坏了 她用近东的身份跟这位受害者网恋 最开始其实这位女生并不相信这个骗子 后来这位骗子盗用近东社交平台的照片 跟她进行报备 而且还模仿近东工作忙 拒绝了这位受害者的各种视频和语音 最开始受害者也有所顾虑 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其中 这位骗子够下功夫的 她开始用各种糖衣炮弹进攻 女生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哪怕是年纪大的也不例外 受害者沉浸在甜言蜜语中无法自拔 她用近东的口吻说自己每天很忙 因为经纪人在所以很少联系她 这样荒谬的话 她居然真的相信了 然而这位骗子开始实施第二步 那就是骗钱 之后她经常用各种理由跟受害者要钱 小到买饭 大到开公司 各种理由都用变了 前前后后一共骗了这位女士19万元 眼看这位女士越陷越深 准备转更多的钱 好在最后被她的儿子发现了 然后进行了报警 儿子告诉记者 她的妈妈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跟贾近东聊天 甚至为了跟她聊天饭都不做 每天就沉浸在网络里 把家里的积蓄 全部转给了贾近东 最后没钱还要跟亲戚朋友借钱 虽然整个案件看起来很荒谬 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上当 但是偏偏输在了太爱近东上 导致深陷其中 可见近东的魅力无人能比 即便这件事情 近东也是受害者 但是经过这件事 她的口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作为公众人物 最重要的就是口碑了 当时的近东正好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结果因为这件事情惨遭滑铁路 最开始 其实近东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因为有粉丝在她评论区留言 而且留言板一片骂声 这才引起了近东的注意 最后这场闹剧以近东呼吁大家理智追星而结束 事业上虽然有点瑕疵 但是感情上还算顺利 说起她的感情经历 其实也有一段小插曲 她看人的眼光真是一绝 曾把江山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江山呢会在娱乐圈的地位比近东高很多 然而却跟近东因戏深情 最有意思的是她俩并不是因为演情侣因戏深情 而是演的母子 近东觉得江山颜值高有魅力 最重要的是事业心很重 每次跟江山待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觉得很安心 哪怕江山比她大 她也毫不在意 就在两个人关系逐渐升温的时候 江山才告诉近东自己结过婚甚至有孩子 原以为她俩会因此分道扬镳 却没想到近东不但没放弃 她还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江山觉得近东虽然当时没什么成就 但是足够努力 于是他们在一起同居了好几年 在同居的时间里 近东会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江山也会时不时地就给近东做好吃的 两个人就这样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 近东的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 本来以为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 江山的女儿出来进行了阻止 最开始的时候江山会让近东跟孩子培养关系 但没想到孩子特别抵触跟近东在一起 孩子觉得心里只有一个父亲 一旦承认了近东 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 接触了好多次孩子依旧很抵触近东 最终两个人选择和平分手 分手后江山带着孩子出国发展 近东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现如今两个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近东也走出感情带来的伤痛 最终跟现在的妻子李嘉喜结脸里 甚至有了可爱的宝宝 两个人格外的低调 过着普通又平凡的日子 随着年纪的增长 近东从男神到男人 这一路经历了很多的磕磕绊绊 被偶遇后身材虽然让大家有争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它是幸福的 有一种肥胖并是因为应酬导致身体代谢跟不上 所以胖 但还有一种肥胖是 幸福胖 因为感到幸福所以逐渐发胖 俗话说爱人如养花 近东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这一路比较坎坷 但是不管是对感情还是事业 它都保持着一颗炽热的心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 不论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 都应该拥有好的心态 老是人间常态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状态 近东虽然老了 但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永远不会老 接下来说 网友国外偶遇近东 47岁近东真实状态曝光 白发花白本人十分显老 近东的颜值巅峰并不是他年轻的时候 而是他40岁左右的时候 他身上的气质和颜值都达到了顶峰 让很多粉丝都为之着迷 他出演的霸道总裁类型的角色大受欢迎 如今人到中年 近东对自己的演技要求越来越高 他开始喜欢出演一些老干部的角色 他本人的感觉变化也非常大 最近网友在英国偶遇近东 他是专程来到英国参加艺术节 中央戏剧学院将上演自己精心编排的节目 近东现身应该是担任嘉宾 近东当天身穿一件深蓝色夹克现身 再搭配上眼镜 让他看起来很有老干部的感觉 近东的身材十分挺拔 他本人的个子也高 让他看起来非常的精神 从现场近东的近照看 他本人变化很大 最让大家感到意外的就是 近东本人竟然会这么显老 从照片里可以很清楚地 看清他头上的白头发 他脸上的皮肤也显得有些褶皱 网友们看到以后都觉得很惊讶 男神近东怎么一下子老了这么多 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吧 近东本来就很喜欢自然的感觉 所以他完全不会像其他演员那样 为了追求年轻感而去做医美 所以他本人才会有胆显老 因为本人近东就是实力派演员 他对自己的颜值 肯定不会像其他明星那样重视 不过近东如今才47岁 确实比很多明星要显老得多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确实应该有这个年龄的状态 估计以后他不会再去演霸道总裁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